在议员蔡淑君以及夏浦里长李美玉的合作争取之下 台电本着敦青木林回馈地方的心 将全力配合在里内兴建油气场所 工程预计在10月底前就可以完工 以提供给夏浦里的里民一个良好的修气环境 林口夏浦里位处偏乡地区 里内一直没有适当的油气场所及设施 市议员蔡淑君还有夏浦里长李美玉 25号邀请台电北区施工处 工所及洪福宫人员一同协商 希望能够为孩童们兴建一处油气场所 今天所看到的是在洪福宫庙宇的右侧旁边 那我们希望由黄副处长这边跟我们的中游来协调 然后借部分的土地 未来这边要规划就是有老人家的体健设施 然后孩子的特色溜滑梯还有荡秋千等等 一行人经现场回康之后 选定洪福宫庙宇右侧旁边的空地 作为特色公园的地点 原来将设有体健设施 刘滑梯 荡秋千等共荣邮据 然而台电北部施工处副处长黄启祥表示 本着敦青木林回馈地方的心 只要有利于社区及领民 针对这次工程上面的需要将会全力配合 那整个施工跟以后的维护管理 然后经费就是由我们就是北区施工处的黄副处长这边来处理 那未来的一个养护的部分就由公所来协助 那希望呢能够把时程落在今年的十月底之前完成 市议员蔡淑君表示 工程上由公所进建客先进行前期的规划 然而施工以及日后维护上的费用将由台电负责 同时台电也答应会积极筹策金费 期许工程能够在十月底之前完成 早日提供给下府里面一个良好的休憩环境 以上新闻记者胡宇轩林口采访报道